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却有民众跑了好几趟 这个单线都快养不活了 你觉得你小孩的学费都还没进来 我都不知道 那你要什么 要什么 怎么可能 生活大受影响 民众急得上热锅蚂蚁 政府防疫跟纾困同步进行 但要申请得符合没加入社会保险 也没领过其他政府机关纾困相关补助 唯独低收入护者可以重复申请 不过得证明有工作因为疫情损害收入 但无法取得证明也可以签切结书 陈述申请理由 而每家每户每人每月生活费 小于当地最低生活费1.5倍 可以领一至三万补助款 大于等于1.5倍 但小于两倍也可以领到一万补助 举例来说台北市不可超过三万四千元 非六都县市不可超过两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元 那请问要先生也可以办吗 还是说一户怎么办 一户一个 工作人员这个礼拜已经电话接个不停 开放申请第一天更是忙到没时间休息 地狠大一定会有 就回到家中我完全不想讲 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去上厕所 承门人员依依耐心解释 但长长人龙还是难以消化 受到疫情冲击 从玉兰花举牌族 甚至传出连金钱报小姐 都有来电恰询 就是盼望一万元纾困金 能当生活及时雨 三立选吴雅廷林梁县 朱树军格子刚 台北新北最后报道 朱树军格子刚才有